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萨达姆的行宫 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的辉煌 它这个建筑很大型 然后我们现在就往里走开一看 它现在是这里啥都没有 萨达姆行宫离巴比伦古城很近 大概两公里我们开车是直接开到了门口 这种宫殿在萨达姆执任期间 在整个伊拉克建了80到100个 听说在希拉的这个宫殿里 它只住过6天 但是在它倒台之后 这里被洗劫一空 现在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里已经被废除了 墙壁上到处都是胡鸦 还有一些门都已经是拆除的情况 在与科威特的第二次海外战争期间 萨达姆花了四年的时间建造了这个可以俯瞰 又发拉底河的宫殿 而旁边就是巴比伦古城 下面这条河就是又发拉底河 这座宫殿一共有四层楼高 在荒废之下略显得有些萧条 不过可以想象得到以前 这里有多么的富丽堂皇 所以联想到当年萨达姆披着浴袍 站在自己的阳台上俯瞰巴比伦古城 可是现实就是巴比伦已经不再辉煌 而现在的行宫都变得破败不堪 天花板上和墙壁上都装饰着 体现棕榈树 星星和几何形状的明文 在2003年期间 美军入侵到这里 对古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就是左右两条河 然后中间是在战争中死去的女人 上面有一盏旗 应该是伊拉克旗 因为这边也没有灯 也看不太清 然后下面你看就是已经一只全部废弃的残垣断壁 我现在是站在这个行宫的最中间 然后它的建造你可以听到声音不一样 是用来敬礼的 正对着萨达姆 它的座位就是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伊拉克相关的历史 都在这个上面 包括巴比伦 然后它的神兽 一代小熊落得如此结果 但是如今的伊拉克也越来越好了 不来到这个市场里面 能听到最后一直的 一个是当地的 并且不一样 选择 我们来自以后